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美军位于叙利亚东部戴尔祖尔省奥马尔油田附近的基地遭到导弹袭击 消息人士称 在油田附近的村庄等区域听到次次爆炸声 亚洲时报报道 叙利亚美军基地密集阵系统已经无法有效拦截伊拉克和叙利亚什叶派民兵空中打击 从10月7日到现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基地遭到24袭击 为此美军开始在叙利亚军事基地部署密集阵系统专门对抗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以6000发射速连续向4枚来袭导弹倾泄上万发弹药 密集阵系统一方面可以拦截火箭弹和无人机 同时也可以弹幕狙击进攻的塔利班地面部队 密集阵这种射成1000至2000米内的禁防炮 对于亚因素0.8马赫的典型巡航导弹来说 拦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即使对于使用蛇型机动或者越生俯冲机动的巡航导弹 也有70%以上的成功拦截率 但其最多只能对付两个同时来袭目标 因此密集阵系统最怕的就是多目标高速来袭 因此美军军舰都是拉姆进防导弹系统 加密集阵系统组成的禁防武器 而在叙利亚美军基地就只有密集阵这一套系统 密集阵的杀伤力强在于射速高 瞬间可打出几百到几千发弹药 这也意味着火力持续性严重不足 使用的环境是防空作战末端的救命一搏 使用的时间也就是短短数秒 再次使用就需要再填装大量的弹药 因此美军密集阵系统一次战斗动辄发射上万发弹药 却只能应对一两轮打击 通常反美武装会把导弹或无人机装在小货车上 开到靠近美军基地的地方 然后发射武器 就可以在美军几乎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就直接发动攻击 比如伊朗制造的法拉克二型火箭 在也门、伊拉克、叙利亚和加沙地区都有 可以利用4×4车辆携带 口径333毫米 射程11公里 重量256公斤 有117公斤高爆战斗部 还有简单制导系统 平均一秒钟可飞行376米 这么一个高速大家伙 美军要使用密集阵系统拦截非常困难 第一次袭击发生以后 美军反应很快 立即出动武装直升机和武装无人机 在深夜当中追击反美武装车辆 但是不论是俄乌战场还是中东反美战场 都暴露出美军非常缺乏进程防空系统 比如俄军的铠甲S1这样的弹炮合一进程防空车辆 在70年代 美国陆军一度只用两个小解数 密集阵防空营来给五个驻扎在德国的美军部队撑散 到了80年代 美国陆军来得及落地的野战项目防空项目 只有集团军属的爱国者导弹系统 然后苏联就没了 大部分新的进程防空系统都没有最后装备 为此美军在野战防空方面一直都是劣势 一直摆烂 美国急匆匆的向中东地区不断援兵 其实就是想要控制加沙地区 战后 以色列控制加沙 中东各国肯定不答应 但是美国和以色列又不可能把加沙地区再交给哈马斯去管理 今日俄罗斯报道称 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在考虑 以色列军队把哈马斯从加沙赶去以后 将由美军直接控制加沙地区 美国给出三个方案 第一 加沙战争结束以后 美国牵头组建国际维和部队 主力为美军 英军 法军和德军 再吸收一批沙特 埃及和阿联酋军队一起部署在加沙地区 第二个方案 按照1979年埃及和伊斯勒和平条件 在加沙地区建立一支维和部队 多国部队和观察员负责监督加沙地区 第三个方案 将加沙置于联合国临时的监督之下 联合国将获得对加沙的临时管理权 联合国将直接管理加沙地区 部署联合国兰奎部队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表示 美国不可能恢复哈姆斯管理加沙的现状 美国也不会支持以色列直接控制加沙地区 严格来说吧 加沙地区是一场革命 因为加沙老百姓不愿意再被以色列压迫 因此要起来反抗 这是一场奴隶对奴隶主的革命 但是巴勒斯坦地区是美国和西方 在中东地区桥头堡和钉子 那么西方就必须要保住这一块区域 中东地区国家对以色列的态度 其实就是中东各国对美国的态度 在海湾国家大部分都支持美国 都有美军驻军的情况 加沙战争结束以后 一旦哈马斯失败 由美国拉上几个亲美阿拉伯国家 出兵控制加沙地区 可能就是最后的选择 哈马斯是一种存在于 巴勒斯坦民众当中的反抗精神 这就决定了 他是无法从肉体上彻底消灭的 如果以色列的狂轰滥炸 就只是为了发泄和复仇 那么现在所付出的一切 牺牲和鲜血都将毫无意义 因此美国和西方集团 要对加沙地区换一个统治方式 那就是要在战后 在美国主导下 利用其他阿拉伯国家 均警控制加沙地区 目前来说 加沙地区的冲突 依然处于失控状态 作为当地掌控者的 哈马斯武装 正在和乙军作战 以色列的空中轰炸和地面推进 让加沙地带遭遇 前所未有的损失 大量民运设施被摧毁 大量贫民在冲突中死亡 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际社会呼吁双方停火 让他恢复和平 然而不论是以色列 还是美西方国家都不接受停火 在停火呼吁发出后 以色列和美国都给出了 现在不是停火的时候的回复 这两个国家都指出 威胁依然没有消灭 事实上呢 不是所谓的危险没有消灭 而是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野心 他们想要占据加沙地带 美国媒体在自己的报道中 爆出猛料 直接提到了美国军队 进驻加沙地带的可能性 这家美国媒体指出 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正在商讨 讨论未来如何处理加沙地区 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来说 以色列就算彻底击败了 哈马斯的武装组织 也不能接过加沙地带的掌控权 否则以色列会被大部分国家针对 因此美国有计划 在以军摧毁哈马斯以后 以维和部队的名义 把自己的军队部署在当地 很显然这样的行为 就是在侵犯巴勒斯坦的主权 同时也是彻底不给哈马斯活路 不让加沙地区继续被这一武装组织掌握 但值得一提的是 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行动 必然会在阿拉伯国家 以及中东地区引起强烈的反应 甚至导致大规模冲突 在当地爆发 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美国接管加沙地区 将会加剧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导致巴以和平进程 受到严重阻碍 哈马斯被驱逐后 巴勒斯坦可能会出现 权力真空 导致更加激进的武装组织出现 使局势更加复杂和动荡 而且美国和以色列掌控加沙地区 将会破坏现有的中东政治格局 引发新一轮的地区权力斗争 从经济上来说 加沙地区原本就面临着 严重的经济困境 哈马斯被驱逐后 经济形势将会更加恶化 这可能导致加沙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 急去下降 引发更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加沙地区的经济崩溃 将会对周边的国家产生负面影响 导致地区经济形势恶化 这可能会引发难民潮 恐怖主义等问题 给周边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 从军事层面上来说 驱逐哈马斯武装可能会引发 加沙地区的武装冲突升级 导致更多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这可能会使加沙地区陷入长期战乱 严重影响当地的民众生活 而且美国和以色列掌控加沙地区 将会打破现有的地区军事平衡 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感到危险 进而加大军备建设 引发地区军备竞赛